總統府今天上午公布了總統賴清德上任後首度出訪的相關訊息 賴總統將在11月30號到12月6號出發前往我國在太平洋的友邦 包含是馬紹爾群島柏流以及圖瓦魯的部分 那麼總統府的發言人顧雅惠跟外交部次長都有最新說明一起來聽 這一次的出訪呢是以繁榮南島智慧永續為名 賴總統的核心目標期許希望達到三個永續 第一是智慧永續 希望與友邦分享經驗共同來建立經濟韌性 第二是民主永續 希望藉由此行與有共同價值理念的民主夥伴 大家可以深化合作關係 第三是邦誼永續 期盼兩國未來持續能夠持續前行 在雙方互惠互助的基礎之上各項合作基礎領域都能夠永續的發展 也創造雙方的人民複製 相關過境的安排我們都在仔細的規劃中 目前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 不過呢我們有幾個原則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我們一定注意安全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尊嚴 第三我們要便利 第四當然我們會注重比較舒適的一個行程 那麼目前能夠講的大概是目前這樣 好可以聽到外界非常關注這一個過境 美國的部分是否會經過 包含是夏威夷以及關島 那麼對此外交部市都沒有對外透露 只強調說會遵守這個尊嚴安全舒適 以及便利等四大原則 那麼至於這個傳出說中國會不會來干擾 賴總統的上任首度出訪 對此外交部也強調說 呼籲中國不要做無謂的干擾動員僑胞 來干擾賴總統的出訪 以上先生有這些